制工 海龜 製工將海龜傳下的卵收集起來 接下來要移到陰涼處 他們是馬來西亞的海龜研究單位 製工因為全球暖化 衝擊海龜的繁眼 海龜的漫游家 我們會擔心 未來的未來的大約15、20、30年 會影響海龜的野生 學者解釋海龜的性別取決於孵化環境的溫度 基本上涉世28到30度將有混合性別比例 但如果平均孵化溫度超過涉世30度 恐怕都會孵化出雌性海龜寶寶 涉世28度以下則是偏向雄性幼龜 而近年在當地海龜保護區 孵化的雄性幼龜數量銳減 我們自己本身都會覺得在太陽底下曬得滿熱 但是我們都會盡量說讓那些草穴是在樹蔭底下 去確保它的溫度是在陰涼的地方 以確保它不要不曬 研究機構希望透過人為方式將海龜孵化的位置 盡量陰涼 避免海龜性別比例失衡 不過另一頭 海洋生態也面臨危機 紅海的海膽從去年開始大量死亡 坦白痴 避免海膽大規模死亡 坦白痴 避免海膽大規模死亡 坦白痴 避免海膽大規模死亡 海洋生態系統 不僅因為病原體正在往東邊傳播 就怕東南亞和澳洲大寶礁受到衝擊 也因為海膽和珊瑚礁緊密相關 以色列科學家正在仕途和區域其他專家合作 研究著起大流行的更多細節 試圖找出解方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請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